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注了洛杉矶线警局的局长 在旋缺十个月之后 新任的警长麦唐诺风光的宣誓就职 由于这两年呢 这洛杉的警局丑闻不断 他在就职演说上就提出了改革还有创新的目标 更要紧的是重建民众对人民保姆的信心 而在就职典礼上也有不少华人纷纷表达祝福还有期许 麦唐诺举取右手 左手放在圣经上 跟着洛杉检察长一句一句的宣读试词 宣誓典礼简单而隆重 全场起立 热情的鼓掌声中 他成为1850年洛杉矶线警局成立以来第32任警长 随后他发表就职演说 强调创新和改革的决心 重建洛杉警局的骄傲跟传统 两年前洛杉监狱爆发的包庇 掠求受贿等丑闻 前任警长被压倒下台 新警长上任 整顿预证是当务之急 要收拾烂摊子 麦唐诺是任重而道远 疯狂地接受各界的献花和祝福 从近一年一月参选 一路上他得到华人的支持 看着新警长就职 华人对他是寄予厚望 随时能够跟我们来自台湾的社区 跟我们这座桥 能够尽量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希望今天是新的一天 新的一个chapter 我们整个洛杉矶重新开始 感谢华人的支持 随后他在户外记者会上 特别将华人社区关心的治安问题 做出了回应 关心华人也强调各个社区 警民关系是同等的重要 麦唐诺曾做过 弱市警局的助理局长 以及长堤市警局局长 警戒的资历完整 这次更上一层楼 无缝接轨 带领全美最大的指法单位 一万八千名警力 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 重建民众对人民保姆的信心 东西新闻 吴中国叶红志 英红文在洛杉矶的采访